龙千玉走出丧女之痛 重出歌坛 但没有料到他剩下的独子曹永利 却惊传在澳洲 因为接受滑雪教练受训考试鉴定 却不慎开车坠鼓 曹西平抛文 请祝澳代表处救救他的侄子 目前车子全毁生死未卜 龙千玉跟曹西平的三哥曹南平 当年蛮婚生子 身为叔叔的曹西平 正夜紧张到睡不着觉 然后要等到龙姐她确定 知道是在哪一家医院的时候 然后他们办事处在方便考做 看需要哪一方面的协助 从小就很辛苦 要养家 然后到处这样子就是唱歌 小孩子婚姻一直也都不是很顺遂 是我们当姐妹的其实很舍不得 曹西平 王彩华都很担心龙千玉 四年前女儿在她生日那天传出死讯 让她几乎崩溃 曹村林疑似因为感情问题养药轻生 但最后香艳认定意外死亡 龙千玉当时甚至不想再唱歌 龙千玉的爸爸是基隆有名的命理师 结识凤飞飞 龙千玉还因此住进凤妈妈家 后来从国语转战台语歌坛 龙千玉才一炮而红 跟曹南平离婚留下一对儿女 女儿走得突然 现在儿子又陷入生死关头 龙千玉知身富傲就希望能够获得好消息 记得欢迎和科士章又报道